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1号向议会递交的英国脱欧的新方案缺乏新意 这让反对党工党感到不满意 工党领袖科尔宾当天要求特雷沙梅更清晰地说明新方案到底新在哪里 科尔宾表示表面看来首相特雷沙梅接受了此前议会的投票结果 调整脱欧协议草案做出让步以获得通过 但事实上他内心对此极力拒绝 变得不成立美的地步在某种数上无论和选择下来的 市民主义要回行为选择了帮助领袖稳但在実現地是深深敌意 说法绩的继续事立业是 它凭三沙梅的缺乏因为它的交易现在这条案是不容忍 议会他国际上是过程序和保安特雷律的 这些缺乏它几达在继续ish定? 谢谢观看